本周六球迷们小手一踏的西班牙国家德比即将打响 而在历史中 有哪些球员同时代表过两支球队 并且都取得了很高的荣誉呢 路易斯斐哥无疑争议最大的就是葡萄牙巨星路易斯斐哥 在2000年以3740万欧元直接从巴萨罗那转会去了黄马 直到现在巴萨的球迷对此仍然耿耿于怀 认为斐哥是个彻彻底底的叛徒 甚至将猪头扔向八角球的他 斐哥在巴萨和黄马都分别获得过两个西甲连赛冠军 转会到了黄马以后 还拿到了欧冠冠军 巴萨249场黄马239场2 本德舒斯特尔这是另一位从巴萨直接转会到了黄马的球星 而且舒斯特尔才是巴萨和黄马的双料队长 证明德国球星在巴萨的八个赛季只赢得了一个西甲连赛冠军 而在黄马的两个赛季就拿到了两个连赛冠军 在效率黄马两年后 1990年舒斯特尔竟然又从黄马转会去了马德里竞技 退役后舒斯特尔还曾担任过黄马的主帅 巴萨238场黄马 86场3 罗马尔多外星人士间接从巴萨转会去了黄马 而且在巴萨也只待了一个赛季 然而就是这个赛季让罗马尔多彻底成为了巨星 在巴萨的这个赛季中 罗马尔多出场49场 令人难以置信地攻入了47球 而且赢得了世界足球先生称号 随即外星人以破纪录的转会费加盟了国际里兰 在一甲度过5个赛季后 罗马尔多加盟了黄马 巴萨49场黄马 177场次 哈维尔赛维奥拉万号突起的赛维奥拉 在2001年加盟巴赛罗马 在巴萨的前三个赛季中 赛维奥拉每场都有超过30次的联赛出场 并且共有44个西甲进球 然而李杰卡尔得到来后 并不欣赏赛维奥拉 2004-05赛季被租借到了摩纳哥 2005-06赛季又租借到了赛维利亚 不过在2006-07赛季又重新回到了巴萨 而且表现出色 在2007年黄马出人意料将赛维奥拉从巴萨买入 但在黄马的两年中仅仅有29次出场 之后转会到了本菲卡 8贝罗那出场 168黄马出场 295格奥尔基哈吉公认的罗马尼亚历史上最出色的巨星 哈吉在1990年 从布加勒斯特队转会到到了黄马 效力了两年的时间 在这期间并未得到教练的信任 之后在意大利的布雷西亚度过两年后 在1994年被克鲁伊夫带到了巴塞罗那 与罗马里奥斯托伊奇科夫组成的非常强大全场攻击线 巴塞51场黄马 84场6 艾托奥很少有人知道 其实艾托奥的起点是黄马 但只出场过6次 在这期间被租借了3次 之后永久转会到了马洛卡 然而正是在他在马洛卡的表现 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并于2004年转会到巴塞罗那 在巴塞的5年来 8个奖杯和130个进球之后 他在国际米兰作为坚定的球迷在诺坎普最爱球员之一 巴塞罗那出场 199黄马出场 入期 路易斯恩里克 帮助皇家马德里 夺得西架联赛冠军 1996年 班里克转投巴塞罗那 他在巴塞的8年之中 赢得7个奖杯 之后在2004年挂靴 并进入当起了教练 巴塞罗那出场 300黄马出场 2138 米歇尔·劳德鲁普 又一位直接从巴塞转会到了黄马的球星 创造了丹麦同化的 《劳德鲁普兄弟之一》 1990年加盟巴塞罗那 米歇尔·劳德鲁普 在巴塞一共效力了5年 在后4年拿到了西架次连贯的霸技 并败随后转会黄马后 又立刻拿到了一个连赛冠军 完成了西架次加一的五连爵士 巴塞罗那出场 216黄马出场 76